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原本的意思是人觉得是对的 但这个没有足够 因为人觉得是对的随着时间 可能以往觉得是对的 现在是错的 或者以往觉得是错的 现在觉得是对的 所以这个也没有足够 但其实一般连所有人都不接受的东西 其实没有可能是神会接受 但是有另一个准成就是神起的事 而这个神起的事是在圣经里面有说 就是神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我就想当我们说要持守 其实第一件事我们要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开始思想那些美善的事 弗拉比书四章第八节那里说 他说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念 或者这个思念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羡慕一些由神而来的事 或者神他准成下的那些好的事 而这个特别是说到凡事可敬的 其实有一个英文译本是noble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noble是什么 就是贵族 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被呼召 都要成为noble 是贵族 那个贵族 我想起当时读化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你们有没有读过kamp 然后有一系列的气体 叫noble gas noble gas 是什么呢 就是它好像很高度 它不容易跟其他元素 去发生化学作用 它自己已经很满足了 它自己已经很滋足了 所以它不需要靠和其他元素 去发生一些化学作用 以至它变成more stable 更加稳定 而是它本身已经很稳定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一个啟发 去明白 原来神要我们去试摸一些什么呢 就是熟祂的东西 是那些的事 世界可能有些事情 因为如果你根据它的标准 有时候去减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可以 当然刚才说过 连全部人都觉得不可以 神都不会觉得很可以 但当全世界都觉得可以的东西 神都未必觉得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但我们要寻求是什么呢 神祂真是喜悦的东西 而且我们除了不停思想之后 到了一个点是 究竟一些重要的时刻 我们是否站出来 我们是否有触紧 所以当我说到持守的时候 我想起是坚持 什么其实神很想我们去坚持 就是先是由这一度 我们不停充满着 是一些熟神的意念 但是真的落实了 有什么我们要坚持呢 我想起有几件事要坚持 第一是对神的忠诚 这个一定是微善的 一定是神喜悦的 对神的忠诚是什么呢 我想起有几个弟兄 突然浮起我心里面 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会穿Lik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Like 或者你现在是不是穿Like 他不会穿Like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回到去 那个Tick 其实是说一个希腊的女神的一个记号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大约是这样 他觉得我不要和这些东西有任何沾染 我就是觉得我不喜欢是这样 就是好像我穿了它 就好像将它高举了 那你说 要不要去到这样的坚持呢 有些人会这样去想 但是 他是为了什么呢 你想想 其实他买鞋会容易很多 如果Like 是其中一个他可以选择的牌子 甚至很多真的很好用 甚至真的很好用 甚至我们跑步的人 很多都会穿Like 我不是在宣传 因为都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但是我想说 带出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为了一些他 因为爱神和对神忠诚 而他在持守这些东西 另一个弟兄就是 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弟兄 我认识他 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国家 有一次我认识了他 但他有一次来香港 我带他到处去走 他很喜欢开车 法拉里 很名牌的那些 他很喜欢 原来我们觉得法拉里也很厉害 原来有一种牌子是他很喜欢 所以我带他去到一间店铺 他去到一间店铺 又买那样东西的时候 他一看上去 看到他好像呆了 去注视着那样东西 那个牌子叫什么呢 叫马沙拉提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三叉击 是一个车牌子 原来他喜欢到那些 那个牌子的设计 喜欢到不得了 他那次看到的是一只标 他说 真的很漂亮 他一直跟我说 然后我就说 你在那里不能买吗 他说 我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 你看 很笨 很漂亮 他是那些马来西亚人 笨 他说不要紧 其实都是有限钱 相对于其他东西 如果你看到那么喜欢 你便买 他说不行 我说什么事 他说 有一次跟我老婆聊天 因为他老婆先相信 然后再带他信耶稣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同真的信徒 那种同真不是他很傻子 而是他真的像一个小朋友 他老婆一直教他什么 他就听 简单 他就去行 他老婆就告诉他 这个是代表一些神话故事 或者什么 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们要和他划清界线 和Like也有些类似 但是他说 这个三叉戟是不可以的 这个牌子我们是不会买的 他喜欢到不得了 但是他里面做了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就是我 因为爱神 因为我对神有一个敬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影响 总之 我会再保守一些 也好碰也好 但是我这个保守 也是为了我对神 表示一个忠诚 一个忠诚 然后我想起第三个弟兄是什么 就是他告诉我 我听到很感动 就是说他爸爸过世 他爸爸过世之前 其实是他带了他信主 但是他妈妈那时候还没有认识神 然后妈妈就决定了 要帮爸爸做法事 那些各样的事情 但是大兄弟里面有一种 就是莫名的一种 吹逼和坚持 就是不得父亲信主 他一定要用基督教仪式 他不可以再做法事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认识他 很多东西都很OK 很遷就人 那样的事情 但是到了这个点 那个还是他妈妈 还是一个感应的状况 然后我记得他跟我说 他也想不到自己里面有一种 这样的坚持 他要和他妈妈支持 他说给妈妈 不行 不可以是这样的 那最后 其实我记得好像 都是要做法事 都是做了的 但是他很清楚表达 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他告诉我 就是当他和他妈妈支持完之后 其实他出去 就是好像在一红磡那段斜路 他在那里走的时候 他里面也很难过 就是妈妈和爸爸一定是最亲密的 其实妈妈这么难受 为什么还要这样跟他支持呢 但是他里面就觉得有一种忠诚 对神可以超越了这个时刻 他一定要站出来 但是奇妙的事发生是什么呢 就是他突然间浴耳 就是他的耳朵听到 一声 然后 一声 然后 神告诉他 他说 因为你这种坚持 由这一开始 你家族里面摆偶像 那个奏座就团列了 哇 他里面就很感动 我听到我都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就告诉我 之后开始分别很多的亲戚都信不住 是因为他里面有一种的持守 是因为他里面有一种忠诚对着神 以至原来在属灵里面会启动这么多东西 我们永远都不会想到 不穿like 不戴马莎拉提 有什么特别大不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 神是他会看到 和他会掌上那些忠诚 对他忠诚的人 而我们这个持守是值得的 第二 我相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持守 特别是贞结 那个贞结是当未婚的时候 我们的贞结就是 我不会和我的拖友 或者我的男女朋友 去发生性行为 当我结了婚 我里面有一种 其实是一种忠诚 不过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有一种忠诚 或者在夫妻之间有一种忠诚 如果我是一个男孩 我不会有一个分爱情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你说什么 甚至我想起当时 我真的不懂 我当时真的没有听过这些词 我记得有些朋友在说 什么青头仔 什么青头仔 那些人还笑我 你不是吧 看来你也是 然后在那里笑 其实那个意思是 你没有 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你一直保守自己的贞结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相信忠诚 这个在关系里面的忠诚 是第一道门 是我们要守住的 是未结婚的时候 那个贞结其实是在保护 以至我真的到结婚之后 我的下一代 一直在一种圣结里面 那你说David 其实我错了 我真的软弱了 那要怎样呢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我们回到神的这边 甚至如果那个是我们的伴侣 可能你说 那现在结婚了 但你要回到那一点 以至我去确定 我去肯定 神祂的祝福 和祂的圣结 会一直留在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我们不能承担 我们不能承担 是因为我们要医治这个软弱 甚至我们想不到 原来可能这个软弱 是会带来我们的下一代 有多少的破坏 我想起大卫 即是当他 就算神原谅了他 即是他淫乱 即是他和拔士巴 甚至神将拔士巴给了他做妻子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些淫乱是可以去到什么呢 就是你看回他的子女 即是暗乱他强奸了他就不会贪下 其实是会有一个 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真的会有一个就座 所以到今天我保守我在婚姻里面的那种忠诚 其中一个是因为我敬畏神 因为我知道的 其实这个是在淑灵里面有一些事情 甚至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物质界 其实有些事情 这样又没有发生 或者这样又好像发生了 好像我们不是很掌握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不发生 但是我想告诉你 在淑灵里面有一种秩序 是没有处理到的 其实一定会继续发生下去 包括一个就座 而我们要如何去持守这件事 我里面其中一个对我婚姻的忠诚 除了是因为爱神 因为我觉得我对得住我老婆之外 我负担不了如果有一个就座 因着我这个炎弱 我没有持守 而留在我的女儿那里 我怎样可以承担到 但是又是同样 如果你说David 我错过 我在婚姻里面也有不忠诚 你回去吧 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去真是饶恕 甚至跟你的伴侣一起回去 回到那一点 然后你跟神去说对不住 我相信神的恩典足够 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当我们现在没有松懈 我们没有跌倒的时候 我想告诉你 不表示你永远都没事 而是我们要打一场仗的 是我们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单身的 我们在经纪上 我们要怎样持守 在我们婚姻里面 我要怎样保守这个忠诚 而这个持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第三是什么呢 我相信是我们要持守正直 那个正直是什么呢 就是简单到我不会说谎 我不会说白色的谎 我不会说像是如非的东西 然后引导人去信一些不是真实的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 就是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 其实世界会教你很多东西 甚至觉得那种是成功之道 包括是什么呢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店 其实你要保存病人的 就是慢慢越来越多病人 就是你先要做得好 然后你也要慢慢去保存 那么我记得 试过两三天 是一个病人都没有进过来的店 但是呢 好像世界要教我呢 是怎样呢 不要让人觉得你很有空 不要让人觉得你没有工作 那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出去了 我记得那时候还会有三五成群 在附近那些医生 同学仔一起打机 做其他事情 我会教那个姑娘怎么说 就是医生去了开会 医生去了上堂 其实他只是去打机 其实他只是去看世界杯 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 我记得那时候 一直都觉得没问题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做 而且个个都是这样教对方 这个是在业内里面我们的习惯 然后当我真的很认真去信主 跟着神的时候 突然发觉 原来这个是不正直的 所以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那个转变就是 我 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我不会用这些去假装 令到别人对我 有一个好一点的感觉 以至我好像在人面前 觉得厉害 或者被抬举 而是 不是就不是了 我宁愿不说 但是我也不会说一些 刺是如非 或者根本是谎话的东西 这种是一个正直 是神要我们去持守 第四个持守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用 是我们说了 我们答应了 我们要常还 就是圣经里面说 你要还怨 当你答应了神的一些东西 你要还怨 其实那个不只是 好像一个规条 而是 这个根本是神的属性 这个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甚至 这样就不聪明 这样就不懂事 但是 其实有些事情 是我们要持守 我又想起一件什么事 就是 那时候 应该是97 的时候 我学车 然后学车 然后考了个牌 然后很想去买一辆车 买二手车 你知道97 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金融风暴 我记得 我一直去看车 看车 看车 看到一辆对的 然后就说 我会买你这辆车 刚刚是什么 金融风暴 已经来到 你知道 其实是在塌 那些东西 那时候 我也是一个 我不知道 你最后 告诉对方 其实 真的 现在 风暴离了 其实 我自己 有机会 我买回出去的 那辆车 可能都折扬了很多 有一天 我不开车 那会折扬了很多 所以 我答应过你 不过我都觉得 不可以 不买了 都可以这么说 不过 那一刻 我有一种莫名的 我要手信用 最少那一刻 我真的在里面 我答应过 别人说买 我就要买了 然后 其实还没有付任何钱 没有设定会 任何东西 就是 我觉得要牙齿当今世 我觉得那一刻 是在考验我一些事情 我记得 我跟我爹地妈妈 跟我家人说 大家都说 你傻的 你不是吧 这些时间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做 那便很亏 那便很傻 但我记得 我就是 用回我答应了 一个价钱 买了那辆车 那你问David 那是不是有些 很棒的东西跟着手 就是神怎么奖励你 我不是很觉得 不过 我觉得那一刻 是什么 是我对神的一个献制 是我里面 就是 里面有一个挑战 就是 我是不是 我在那一刻 我好像 神就给了一份卷 我了 神就给了一个 题目 就是 你是不是要忠诚呢 你答应了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做呢 我记得 那时候 我持守了忠诚 最后一个 我觉得要持守的 是什么呢 就是 真理 或者神的吩咐 其实 有些事情 你不用再 不需要尋求 因为很清楚 我告诉你 一些事情 问题是 我们是否认真 去做 我想起另一件事 就是 实不奉献 那时候 我是很挣扎 因为 其实 都很大笔钱 其实 一开始的时候 上班 其实我没有实不奉献 就是 没有这个 开始的 习惯 又或者 没有这一种 的 回应 然后 一直去到 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我还没有说 买了一辆车 然后买了一辆车 之后 开了一段时间 就准备结婚 结婚 前去想 有一笔很大的开支 但是刚刚 就开始听到 这个真理 其实不是说 我们有一个选择 而是 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信任神 我们应该将 神祝福了我们的事情 如果神这样教我们 我们要这样做 但是我去计算好一条数 我真的不够钱 即不够钱 存钱去摆走那些东西 那 如果我受了奉献 我真的不行 然后有一个 的挑战来到 我觉得神挑战来到 那你卖了一辆车去 因为你知道 你要养一辆车 又要停一场 又要预备 又要预备 被人罚钱 即加罚款 又或者有钱 或者其他 那些现疏 排废 我里面有一种 很大的挣扎 但是我里面 有一个相信 就是神祢 你会负责 奇运的事情 发生是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天 我去入邮 然后那时候 有一个宣传 好像是shout 还是什么 就是 连续52天 每天会送一部CD机出去 但是只有一个是敏尔而已 你进了邮 就有机会 拿到这部CD机 我还记得那部CD机 那时候好像是五、六千元 应该是九八、九九左右 哇 很棒 那时候是五、六千元 是很高级 最厉害的CD机 然后 我没有想过我会中 我觉得这些是骗人的 我觉得是内定的 那时候我已经决定了 买了一辆车 然后就入邮 但是我就开始做了十一奉献 然后 到过了宣传之后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是什么呢 就是 打来我的诊所 他说 喂 是不是一个王大为 我姑娘就说 这么没礼貌 你叫王大为 叫王医生 是不是王医生 他说 是的 找王大为 总之是王大为 然后我收到电话 他说 喂 我这里是Shell 你是否参加过一个 就是我们的宣传 然后你是何时何时入邮 我说 大约就是这样 我也很少入邮 很少开车 然后 他就说 你 你知不知道 你那天 入邮后 那天 那个CD机 就是 抽奖 抽了给你 那我们寄了几封信 你也没有回信 又没有来拿那部机 现在那部机在了 已经过了期了 你是不是要拿的 然后我就说 蛤 有这样的事吗 是真的吗 他说 那是真的 突然间有一个感动来到 就是 原来有时候我们持守 我们未必见到即时的果效 但是有时候 神是很想告诉我 当你持守的时候 我真的会供应你 如果供应你 你问我 是否立即拿了一个CD机 去买 没有的 而且 我在想 我转头都要卖了一个车 为什么会 当我决定了 我要行在真理 和神的吩咐底下 有这个 好像神的加许 我觉得是一个加许 我里面就很感动 所以当 在今天里面 想到 我们要持守 神的准圣的时候 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一个感觉就是 很难 我离开了太远 我就想起 有一部电影叫Frozen 就是一部卡通片 迪士尼 我记得好像是 我不记得第一集 还是第二集 当女主角 要胜过她里面的巨怕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鼓励 在她里面 就是 你只要走 一个 Lead to Right Step Lead to Right Step 一个很小步 但是正确的一步 有一天 你就会可以 出回来 由那个恐惧 出回来 我的鼓励就是 我们未必 有很多问题 很多事情 离开了神的准圣 未必 所有事情都要改 但是 我可以每一步 每一步跟着 有一天 你就会走在 神的道路里面 神的旨意里面 另一个 可能我会问的问题就是 很孤单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做的 我这样做 不是很傻 我想给你的鼓励就是 圣经里面说 神是选择了世上愚绝的 结果那些智慧的羞愧 选择了世上软弱的 结果那些强壮的羞愧 所以神是选择一些 好像傻子傻女 但是其实 是一点都不傻的 因为 我想起另一段 就是 一句说话 有一个 淑灵的长者 她说 他说 I may not That I may do Others may not I may 我再讲一次英文 Others may I may not That I may do Others may not I may 其他人 可能会 但我不会 以至 我可能做到一些 其他人未必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 这是一个鼓励 就是 我们回到神的准圣里面 而且我们去持守 而我们可以 活出与别不同 不是我们要标其立异 而是我们很想 被人看到有一个准圣 是我们可以跟着 而这个准圣不是 由人自己想出来 或者人觉得是好 这样去follow 而是我们很想去跟随我们的神 祝福大家 我们需要大家继续支持 IM的事工发展 扩展神的角度 邀请你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奉献 网上银行转账 自动桂圆机转账 邮寄支票 Payme手机应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过PayPal来奉献 至于想索取奉献收据退税的家人 除了邮寄支票之外 都要记得将奉献证明 包括萤幕截图 和个人资料传送给我们 记得截图需要清楚显示 转账的日期 呼发商事工的户口号码 和奉献的银码 我们将于每年的4月 发放奉献收据给大家 呼发商事工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开YouTube 搜尋我们的名字 便会找到 找到之后 记得按订阅和订阅 最重要是按旁边的小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个直播提示 还可以随时重温 大家记得订阅啦 再见